今屆大專輩女男賽事鬥得激烈 中大成功在四強淘汰上屆的冠軍廣大 來到決賽面對著陣容和去年相差無幾的理大 一對就全面,一對就穩健 立即看看今屆的後冠,六死誰守 女子組的決賽 中大可以說是這個賽事的決賽常客 曾經在2011至2016年間 獲得過五次的冠軍 是去年僅僅輸給抗冠兩分,屈居亞軍 而至於破裂試過在12至13或14至15年 獲得過兩次的亞軍 不過去年就排第五名 不過今屆賽事捲土重來 準決賽成功77比46擊敗成大 而開球初戀他們的表現亦比較好 有個6比0的回合 靠的又有李智君一個Eurostep的上籃 博賭全場不少的掌聲 中大要去到第一節的中後段才追到分 靠的就是效力合一球隊安清的廖詠森 在內線得手 這次的橙籃博到N1 令中大可以9比12 只是落後三分就完第一節 第二節出來,李大失敗了籃板 比起古智晴,這位是4號 亦是效力安清的球員 可以搶到進攻籃板之餘 得到2分 而至於中大在第二節亦都發現問題 就是多了turnover 比李大有不少快攻機會 不過李大同樣都有很多對方問題 很多時候送中大的球員上罰球線起手 加上外圍頭四,亦有神梓晴 一球三分球 亦是全場第一球的三分球 而內線球員除了廖詠森之外 黃正熙亦有內線的兩分上立 亦很精彩 令中大可以有27比21 有6分的分差 領先著李大中入第三節 李大到第三節改變了策略 打多了全場緊迫 將華線的偷球快攻得手 而在第三節中斷可以說是戰程多緊湊 兩支球隊三次會換領先的優勢 黃正熙個人突破純籃 而李大能夠有個7比0的回合 幫助球隊拉扯優勢的靠 亦有他兩位 亦是效力夾給球隊偉幫 這次輪到李大能夠有6分的優勢 領先著中大 到第四節靠的真是李志軍 這位李大隊長 一個進攻籃板搶到之後 再補籃幫球隊 踏領一個雙位數的分岔 之後中大亦積極反撲 葉采文接應顧智晴的傳送 男底入兩分 而作為內線球員的廖永森 這個時候走得出外線 嘗試三分起手都有 當然球隊追到教貼的比數 但之後葉采文這位 就效力加強中方的球員 一個中距離的Abo 把球拳轉讓給對方 這場賽事如古智晴、黃靖熙、 廖永森等球員 其實合共攻入接近40分 表現賽 但去到只是落後兩球分差的時候 並沒有球員能夠挺身而出 在廖永森起手失敗之後 其實中大球員 又沒有很積極地 坐在犯規戰術 去阻止對方繼續運球 結果李大就有58比56 險勝中大 成功在今屆的大專輩 呂志祖封口 最後李大前鋒 李志光亦在我們表示 這次是團隊的勝利 我一開始的時候 上半場的表現其實是一般的 一路都是隊友幫忙 反而去到中場 開始好一點 就是多了進攻籃板 之後保籃的位置 還有後來慢慢 不要只剷進去 要分球再走位 這些是慢慢在場上調整的 至於李大女之隊教練 李嘉堯亦透露了 今場球的勝負關鍵在哪裡 十個球員都比較我們會用盡 因為其實在全球 體力消耗真的比較大 所以你看到我們在下半場 轉換防守非常多 尤其是兩三分鐘就每一個休息 兩三分鐘就休息 希望保留體力 每一個防守都出盡全力去守球 所以其實最主要是人腳 我們比較比中大佔優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是下半場 致勝關鍵 剛剛看完一場很精彩的女子組決賽之後 自白來氣都未透露 就要在修盾身內場上 已經另一場的男子組決賽 由浸帶繼續挑戰常勝軍李大 簡直就是上屆的決賽翻版一樣 別說那麼多了 馬上看這場好球 浸帶四強以63比62 一分之差擊敗成大 來到決賽面對著李大 李大這支球隊 其實賽前已經是四連巴 向著五連巴邁進 靠其有一群合一球員的發揮 這裡見到譚之健 他為滿功的球員 在南地亦發揮自己一米九一的身高優勢 獲得兩分 而之後隊長蔡在勤 亦用行動告訴隊友要爭氣 這場球 先是有三分球之後 其實中距離也有不錯的發揮 帶領球隊一段8比0的溫 而在第一節 李大球員方面有多次過犯 像譚子健、黃綠耀、盧智誠、廖君浩等等 都有兩範的問題 多次將執大球員鬆傷罰球線 加上B.U.也有許軒恒這位射手 射一球三分 令B.U.僅僅以14比23 落後給李大 在第二節出來 李大繼續憑著一群合一球員發揮 吳家軒這位的藍青射手 亦幫球隊有一個精彩的上籃 賭到N1 而合力合一球隊猶協的黃綠耀 似乎沒有受到球隊銀牌賽輸給滿貫出局的成績影響 都有一個精彩的鏡頭 浸大為了這個賽事 早前去到台灣有一個升旗的集訓 這場球也看到一些戰術 這裡首個二、三聯防 打算抹著對方內線球員 誰知道被對方的蔡在勤 能夠在外圍連續有兩球的三分球入 但是浸大的球員 士氣沒有受挫 多得他 這位前鋒黃家棟一球壓哨的三分球 幫B.U.僅僅是30分比47 落後Polly 去到第三節出來 本來繼續靠00號楊智峰 在籃底頻頻長分 楊智峰這場比賽亦入了15分 效力夾二球隊安撐 他這場表現亦很亮麗 但說到真的藍板方面 理大球員勝出新高優勢 如果第一球射不入 不要緊,第二球再來 第二球不行,再有 這次得益的就是錢家豪 可以搶到一個藍板 然後再射球藍底兩分 今年理大其實有七位球員 即將畢業離隊 是時候身體關要表現多一點 黃偉琦轉身上籃避過封阻 落後兩分 指負同教練說 可以將得分重疾給他多一點 之後吳家軒也投精彩的三分 失平人下並中另一球的壓掃 三分回敬對手 幫助理工68比45進入第四節 其實有23分的領先優勢之後 去到第四節 很多時候都變成垃圾時間 而他培拳也是畢業的離隊球員之一 亦可以被譚偉陽教練派他上場 一球三分球 除了他之外還有錢家豪、 譚子健、吳家軒、盧智誠等球員 即將離隊的距離 亦多了上場的機會 去感受大專賽事一些最後的時光 在最後賽事分數上沒有什麼變的情況下 亦在賽最近旺律耀前 家豪合共攻入超過50分之下 李大以92比69大勝浸大 實現大專盃 藍子租5連8 雖然比賽上李大能夠輕鬆取勝 但李大教練譚瑋仰亦表示 球隊開局的表現可以做得更加好 我覺得在落到場的時候 部分球員有少少不集中 跟我們一直以來 五個人齊上齊落的事情 有少許違背 但暫停過後 都提點到 不只是我提 可能隊友跟很想提點 都很快解決到問題 所以今天可以比較 早段可以拉開的原因 至於今屆 即將畢業離隊的蔡塞勤 都表示心情有點複雜 我覺得很感觸 因為自己身在其中 Poly我們這麼多年 贏了五屆 其實自己都在裡面 其實我很感動 因為我不想這場球 是因為我們這一屆 而奪送了一個冠軍給別人 所以可能這個意義很重大 就是一個首頁 一次過勇奪大出杯 籃球賽的男女志祖冠軍 真是不容易 在這裡再次恭喜 香港理工大學的一眾職球員 比賽